下面请大家提问 去年12月27日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 上报了他接诊的可疑病例 12月29日 湖北省和武汉市卫健委 指示相关疾控中心和医院 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12月30日 武汉市卫健委 向辖区医疗机构发布 关于做好不明原因 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 12月31日 国家卫健委 派出工作组专家组 赶赴武汉市 指导做好疫情处置工作 开展现场调查 从当日起 武汉市卫健委依法 发布疫情信息 通过上述 重要的时间节点的回顾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疫情发生以来 中方及时对外提供信息 积极开展合作 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无端质疑中国在疫情防控问题上的透明度 进行政治操弄 是对中国人民为防控疫情付出巨大努力和牺牲的不尊重 我们希望美方各别人尊重科学 尊重事实 尊重国际公论 停止诋毁他国 他应当明白 美方的当务之急 是聚焦国内的疫情防控 加强抗疫国际合作 而不是混淆视听 转嫁责任 去研究帐账帐 中国的医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